我认为我认为这位女士 她继续找到我的机会 警察 我认为这事 警察并不认为她的口味 她真的为了避免的人 想起来 警察的女士 各位观众老爷 大家好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 囚犯医生第二章的故事 再上集中讲到 男公罗是韩国一所监狱的御医 她接受女犯人吴女士的委托 帮她制造保释的机会 男公罗不畏金钱 就想利用吴女士的社会影响力 帮她应聘到西首尔教导 所做医疗科长 吴女士绞尽脑汁编出各种各样的病 就想获得保外就医的资格 可因为她犯罪性质恶劣屡次被拒 吴女士买凶杀死了搞外遇的丈夫 男公罗也觉得她不符合终止刑期的条件 就提议用范可尼贫血来取得检察官的首肯 男公罗查到吴女士的家族中有死于心脏病的先例 而且她的食指机型很符合范可尼贫血的症状 吴女士答应全力配合男公罗 男公罗还伪造了吴女士接受肝癌治疗的病例和证据 小金是西首尔监狱的犯人 她正在进行刑期终止执行检查 她在和女友约会时有暴力倾向 并自称是一位大婶 一直逼她让她去杀了女友 因为她太爱女友了 所以就假装打女友 装个样子给大婶看 她申请刑期终止的理由是有精神障碍 这理由也未免找得太冠冕堂皇了 这时刻的韩医生对她进行了米勒装病检查 米勒装病检查一共25道题 每道题要么零分 要么一分 分数越高就越接近谎言 小金得了16分 处于一个临界点 接下来就是精神变态的检查 满分40分 她得了25分 也是临界点 以前有个人残酷的杀害了女儿的同学 她的分数就是25分 所以说小金一直在撒谎 她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有足够的认知 没有同情心 没有良心 是否有精神障碍 被通过脑部扫描 才能下定结论 溜了溜了 两套试卷就能测出你有没有撒谎 是不是精神变态 检查官非常感谢韩医生 又阻止了一个富豪怪物出狱 但韩医生做这些并不是为了讨好检察官 而是为了释放真正需要刑击终止的人 小金被带回监狱的途中 看到了韩医生 她扬言要杀了韩医生 可结果却被韩医生直接撂倒了她 医疗队突然急匆匆的离开 韩医生这才知道运送囚犯的车被撞翻了 南公罗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 她拿着大钳子走向富二代 富二代没想到时隔多年居然会以这种方式再次和南公罗相见 看着南公罗手上的大钳子 富二代慌了 南公罗直接剪断手铐 开始检查她的伤势 富二代被折断的肋骨刺穿了肺部 顶多十分钟富二代就会死亡 但富二代却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救护车就要来了 这富二代心里也是素质也是真好 光看着那伤势就觉得要疼死了 其实这场事故是富二代预谋的 她想通过这种办法避免坐牢 但南公罗在这里 她休想得逞 南公罗直接给她肺部插了一根管子 那她可以保持呼吸 不至于那么快丧命 宣科长正赶往事发地点 在路上的救护车比他们还要疯狂 那些救护车是泰江医院的 他家医院位于首尔中心 他们的救护车却出现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而且还出动这么多车辆 宣科长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车上那两位提前系好安全带的两个人 原来和南公罗是一伙的 南公罗对富二代的急救措施 只能暂时保住他的性命 他让那两人先把富二代抬到车上 他又去给其他犯人处理一下伤势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 南公罗他们已经离开了 南公罗准备带富二代去夏温医院 他们在路上和宣科长擦肩而过 宣科长赶到现场后 救援队已经开始救治伤者 明明是他们建立的事 我现在却是别人在指挥现场 所长也无能为力 因为是在监狱外发生的事 所以指挥权不属于他们 但宣科长却不同意 他让所长无论如何 都要把指挥权要过来 宣科长担心的是富二代现在怎么样了 提前赶到的预警告诉他 富二代失踪了 有三个囚犯不见了 富二代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两个是春老大和他的手下 据目击者说 除了他们俩以外还有一个外来人 估计是南公罗 宣科长有点意外 他没想到居然会是南公罗 他想起泰江医院的中心主任跟他说过 南公罗的人生被富二代毁了 南公罗的资格证都被吊销 虽然后来恢复了 但却上了医院协会的黑名单 南公罗对富二代可谓是恨之入骨 带走富二代的人是给其他囚犯做了紧急治疗后 才离开的 南公罗是急诊科出身 所以那个人肯定是南公罗 宣科长立刻把消息汇报给了李部长的秘书 说让他不管 用什么方法 必须要把人找回来 直到泰江医院理事会结束前 富二代必须被关在监狱不能出来 原来宣科长和李部长也有交易 宣科长突然接到了夏温医院金医生的电话 医院来了个急诊患者 主刀医生也跟着来了 那个主刀医生就是南公罗 南公罗把富二代的情况告诉了宣科长 如果现在不立即手术的话 富二代就会失去生命 但宣科长不同意他这么做 擅自进行手术是绝对不允许的 十分钟后就会有医生前去给富二代进行手术 南公罗也不跟他废话 他抓住了宣科长的命呢 被送往监狱的富二代 遭遇重大车祸需要马上做手术 根据手术结果 也许会出现终止服刑的局面 现场都是泰江医院的人 宣科长和金医生都做不了手术 除了他 能做这个手术的只有泰江医院的医生 宣科长意识到南公罗是个危险的人物 他不同意南公罗给富二代做手术 富二代也一样 他知道南公罗对他恨之入骨 就算誓死也不会让南公罗动他的身体 南公罗丝毫没有惊慌 他告诉富二代 在你求我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 富二代的母亲伊拉也来到了事故现场 他看到宣科长后直接开门见山 只要能帮富二代出狱 他可以满足宣科长的任何要求 李部长也对此事非常关心 富二代能否出狱 关系着他能否坐稳集团一把手的位置 宣科长现在也不接他电话 他知道宣科长是和伊拉联手了 而这时李部长收到了南公罗的信息 他想跟李部长谈谈 富二代果然如南公罗所说 身体各项指标正在下降 如果不让南公罗给他做手术的话 富二代真的会死在这里 医生跑来请求南公罗立刻进行手术 而南公罗正在跟李部长通话 他们之间也达成了某种协议 富二代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南公罗得逞了 这一刻南公罗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终于让富二代体会到当初因他而死的那对哑巴夫妻是什么感受了 玉井赶到夏温医院 立刻逮捕了春老大和他的手下 南公罗正在给富二代进行手术 宣科长非常气愤 他质问南公罗是谁允许他这样做的 他要南公罗立刻停止 但现在手术做到一半不能停止 不然的话富二代就会立即死亡 宣科长想换别人来继续手术 但南公罗却说他才是主导医生 根据医疗法规定 即使没有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患者在急需进行急救的情况下 只要得到一位医疗人员的同意 就可以进行抢救 麻醉师和护士都已经同意了 所以现在富二代是他的患者 宣科长无话可说 伊拉也赶到了这里 他是富二代的监护人 按照医疗法规定 现在可以根据监护人的意思来做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南公罗已经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了 那个监护人就是富二代的哥哥李部长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现在却为了争夺集团继承人 真的你死我活 伊拉知道这次想让儿子出狱没戏了 临走时 他还不忘叮嘱宣科长 富二代就交给他照顾 宣科长有点尴尬 毕竟他和李部长有言在心 现在却被李部长发现他背地里和伊拉交易 西首尔监狱医疗科的人 听说宣科长去给人做手术后非常惊讶 宣科长这几年别说是手术刀了 连镊子都没拿过 还能给谁做手术 同事赶忙跟他解释 不是宣科长给病人做手术 是训练的医疗科长南公罗 韩医生跟他在一个医院待过 大家都很好奇他们是否认识 韩医生想起了当年在医院和南公罗 初次见面的情景 富二代的手术顺利完成 两周后就可以送回监狱了 李部长相当开心 但他搞不懂南公罗 为什么会及时赶到事故现场 是提前知道会发生事故 还是纯属偶然 南公罗说 前不久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说太江医院的急诊科 他说会进行一次大规模演习 这种演习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他了解了一下 发现演习地点是西首尔监狱附近 而且日期还是富二代被宣判的当天 他好奇的是南公罗为什么还要救他 答案很简单 对于富二代那种人来说 死亡并不可怕 只有关进监狱让他永远出不去 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南公罗也亮出了自己的目的 想代替宣科长成为西首尔监狱的医疗科长 南公罗说的这么直白 李部长都有点不好意思啊 南公罗答应他 富二代被宣判的这三年内 绝对不会出现离间探视 终止服刑以及假释的情况 但宣科长不会轻易妥协 他也有推荐的人权 可问题是李部长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有什么话就去找李部长的秘书谈 南公罗已经成功取代了宣科长 在李部长心中的位置 伊拉也很郁闷 准备了两个月的计划 竟然被突然冒出来的南公罗夺回了 下集中 宣科长准备去祝贺南公罗时 崔医生突然出现 他说绑架他的人就是春老大他们 而且求车事故也跟春老大有关 不只是有关 压根就是主谋 南公罗也脱不了关系 宣科长来到监狱 他告诉南公罗 有点是得去找春老大谈谈 宣科长还发现了南公罗什么事 富二代的那场车祸 是不是南公罗一手策划的 南公罗会承认吗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